嗨,大家好,我是Melinda 我是Biz Media的一个CEO 我也是负责Biz Media的一些各大企业的一些品牌策划 那么为什么需要品牌策划的一个存在呢 因为你懂你的产品 但是你只是会去经营你的产品 但不是大部分的人 他们会懂得怎么去提升你的产品 让它成为一个有名的品牌 然后在市场当中凸显出你的品牌优势 让消费者能够对你的品牌所认知 那么当然了 你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主要你就是想要抓住你的消费者的心 能够多增加一些回头客 增加一些回头率 当然每一个老板的话呢 他也不愿意说只赚一次的生意嘛 对吧 对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有价值 能够对你的品牌升值 因为现在在市场上的话呢 有很多人就是他们认为 我的产品只要比其他产品的价格更低就好了 我的质量只要差不多 但是我们的对 我们的一个价格只要能够越低 就能够越吸引消费者 其实不是的 如果说你是按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 那么你的产品它只能越来越廉价 它就是永远都不会越过那一个界限的 对 那么首先的话 如何让你的品牌有这个价值呢 首先你新开一家企业 你有了自己的产品 那么首先的话呢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产品 因为你要了解你的产品了之后 你才能够将你的产品要优势所展现出来 然后让顾客 让消费者更加的了解你的产品 优势所在是在哪里 对 如果顾客消费者了解了你的一个产品所在的话呢 他有这个需求 那么你的产品肯定是他的第一个选择 对 但首先的话呢 你要先进入 先进入他的一个思想 对 首先的话呢 就是品牌这两个词 非常的广泛 很多人呢 在他的想法当中呢 对 他们想着 品牌就是一个名词啊 品牌它就只是说 品牌就是两个字 或者是品牌就是一个产品的身份 有各式各样的一个 对 各式各样的一个想法 一个说法 但其实品牌的话呢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 各式各样的品牌 有不同的打造方式 不同的营销方式 有不同的推广方式 但在现代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呢 很多人喜欢 就是把这个品牌 就是我是同样品牌 比如我是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碗 对吧 我是同样的一个碗 然后呢 他们用复制型的一个广告推广方式 不断的复制之后呢 它家推广的很好 对吧 它家质量也很好 那么我就复制 它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我也进行推广 人家在那个网上面 画一些可以宣传的东西 他们也照样画 但复制的一个时间限制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找到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品牌的一个定位 属于你自己品牌的一个定位之后 你才能往你自己品牌定位的目标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打造属于你自己品牌的一个推广方式 而不是说不同的 不断的一个去复制的一个行为 今天的话呢 我们刚开始先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之类的 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网友们 就是你们认为的品牌的话呢 它是什么 你们认为的品牌是什么样的 跟你的产品有什么样的挂钩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得到吗 其实是看得到的 就是刚刚就我们看到一个 应该是李博士 李博士有做一个评论 那我们看一下线上的朋友 你们对于品牌这一个 到底你觉得品牌到底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东西呢 在你自己的定义来说 品牌到底是什么 那可能有时候我们直播这边 可能会延迟个几秒钟 那可能我们稍等 稍等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一些评论 那这边也是欢迎就是刚刚进来的这个朋友呢 其实我们今天会聊到的是如何打造值钱的品牌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就是有book access赞助我们的这个10块钱的这个现金券 那我们会今天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的这个朋友呢 抽出五个幸运额 然后呢就送出我们这个现金券 然后还有就是呢 如果你只需要信息 这个到我们的 刚刚我有贴上这个评论区的这两个电话号码的话呢 我们会免费送出我们这个价值15块钱的川普天下的这个杂志 那我们看一下呃我们是有品牌就是核心 好那Melinda你觉得品牌就是核心的这一这个词的话呢 你如何去解解说呢 那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我的产品好才是核心 品牌可能就是次要这样子 其实其实品牌的话呢 主要你的产品你的产品要成为你的核心价值所在 他才能打造出品牌 对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一些网友 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呃我们可以问一个品牌 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 就是奔驰 你们一想到奔驰的时候呢 你们现在可以先用五秒钟的时间 给你们五秒钟时间你们去想 你们现在闭上眼睛去想 就是你们想到奔驰 第一个产现呃展示出来的画面是什么 是奔驰它的一个舒适程度呢 还是奔驰的它一个车身呢 还是奔驰的它一个一个车型呢 大家可以可以评论一下 对对稍后的话我让主持人 呃评论的好的话 我们让主持人送你们小礼物 是 好的那也也呼吁大家就是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让更多人去呃 参与我们今天的其实我们今天可能说一个分享也可以是一个跟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做一个互动 因为我觉得呃我们这个川普天下的就是粉丝们呢都是企业的老板嘛 那也或者有自己的一些品牌或者产品的那就想一下呃你对于这个品牌那有什么样的见解那有什么的感受那你自己在打造自己的品牌或者是推广自己产品的时候呢呃有面对这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做的不好或做的好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做一个就是互动嘛那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因为呃像我们呃像我们这个这个创富天下呢主要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因为呃我觉得呃做企业的话它是真的是五花八门那可能不是不能够完全复制但是你可以拿里面的精髓然后呃运用到自己的这个企业 因为我觉得啊企业或做企业做产品然后做品牌也好 其实都是代表这一个呃很特别的他不能说呃复制的以复制的方式去做那可能你自己有了一个模式之后你才能够复制但是如果要突出你这个产品一个企业你这个品牌的话呢还是需要很客制化很人性化的去做一些调整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评论之后有说就是想到本子的话想到人字想到他的标志 对对对对呃这个这个网友是答对了没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一想到奔驰的话你会想到他的一个标志对吧而不是想到他的车身不是想到他的一个舒适程度所以呢品牌首先呃首先品牌的话呢你先要设定你的一个识别系统 企业的一个识别系统就是能够在一个能够在弱大的市场当中能够一眼的望定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品牌 这个就是奔驰奔驰的一个标志这就是标识识别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呢很多人有时候认为说呃你设计一个品牌logo有有些设计师在拼价格一个设计logo才50块钱 请问50块钱的一个仿制品你又想要让客户能够去记得你又想你能够在市场上容易被人家记住 简直就是有点天对天方望谈的那种感觉 其实呃每一个标志的话呢首先每一个设计师他们都会就专业的设计师的话 他们会通过在市场一个调研跟洞察 然后呢统呃总计出来统计出来然后总结分析 然后在一整个设计团队来一起探讨研究设计出来的一整个标志出来 然后设计出一整个标志出来了之后呢就是你的一个品牌包装 对你一个品牌包装就是大家你放到一个市场上的话 大家能够一眼识别识别出这个就是你的品牌 这个就是你的包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品牌上面都有放上他们的一个标志 他们的一个logo 这就是一个品牌的识别 如果你没有放上他的一个logo跟他的一个标志的话呢 那他们他就不属于是这个品牌的 而且品牌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品牌标志的一个重要性就是 他只可以是你的大型的品牌标志性的话 如果是说你去模仿啊 或者是你把他的标志啊 放到你的自己产品上面的话呢 这就属于是一种盗窃的行为了 所以呢品牌只属于自己 但是你又怎么能够让他属于自己 你就需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品牌 所以呢刚才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话 你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一个好的好的营销方式 需要有一个好的包装 那么顾客又怎么能够去辨别出你的一个产品呢 首先你的产品已经是建立成了 你的产品建立成了之后呢 那么你就需要定位 你一定要有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 你的产品优势是什么 对比如是说你的你的运动鞋对吧 你的运动鞋的优势就是舒适 柔软防水对吧 那么你就要把你的把你的运动鞋就是定位好 定位好之后呢 往这个定位去发展 往这个定位去发展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主要打的就是你的品牌优势 就是我的鞋子主要就是质量 主要就是防水 比其他的鞋子更加防水 对而且耐穿 你一定要在市场上展现出你的优势 你才能够让大家所记住 那么当然你的产品再好就只有你自己知道 别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通过什么方式 广告营销方式啊 对 因为有些厂家他讲说 诶我的就是我前几天我有个客户啊 他也是讲到他的一个运动鞋 他的运动鞋在市场上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 但是还没有被就是没有对大众跟消费者所认知 那其实是为什么呢 一有可能是在广告方面没有打好 第二的话呢 你没有把你的优势更好的展现出来 种种的问题跟原因的话 有可能就是导致为什么你在市场上那么多年 他没有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品牌的定位 对很多方式的话会考虑出这一点 就像是品牌的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品牌是不属于商家 他属于消费者 消费者他的心中有你这个品牌 那么你就是品牌 如果消费者他心中没有你这个品牌 那么你就不算是品牌 你就不算是他的一个品牌 你明白吗 在他眼里你就不是品牌了 就像是平时我们一想到我们要买的口红啊 我们要买的口红的话 每一个女生想到的口红品牌都是大致相同又大致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喜欢用这一个品牌 比如是香奈儿对吧 香奈儿啊 或者是阿玛尼啊 对你看你一讲到口红的话你一想到就是这一个品牌对吧 对因为你心里已经有了这一个品牌的位置啊 对我已经喜欢上这个品牌 我已经记得这个品牌了 那么这就是品牌本身所存在的一个定义跟一个意义了 如果没有被大众所认知没有被消费者所认知的话呢 讲真的你这个品牌的话呢 只能说你认为它是品牌 但别人不认为它是一个品牌 对 这个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说就是 其实品牌是属于消费者的 那其实刚刚我们领导指出这个 因为很多其实我觉得品牌我觉得是我企业的品牌 但是有你刚刚就解释到说 如果消费者心里没有你这个标志 或没有你这个企业的名字 你其实也不算一个品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一些 做一些标志的话呢 其实还挺简单 挺简单 我说如果你要随便做一个标志 其实网上就有很多这种免费做标志的一些 可能APP啊 一些程序啊 但是它有没有带出你企业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你的品牌的一些故事 那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去就是探讨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也讲到品牌嘛 或者是我们这样子开始了 产品其实与品牌到底是不一样的两个个体呢 还是他们是一定要是一起的一个东西呢 为Linda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产品的话跟品牌的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讲一个例子 讲一个例子 对 就像是前段时间的话呢 前段时间就是我买了 我买了一套 就是买了一套餐具 买了一套餐具 然后这一套餐具的话呢 其实是我认识的人生产的 你懂吗 是我认识的人生产的 但是他把这一套餐具的话呢 是他生产了之后 他给了一个品牌 给了一个品牌 对 他是他们的一个 对一个生产商 然后到了他们的 那个品牌之后 他印上他们的品牌 再卖出去 价值已经是 多过了五倍 多过了五倍 然后呢 我朋友我朋友知道了 看到我买了这个餐具 他直接跟我讲 这个品牌的餐具 是我们生产的 他问我说 他问我说 你买的不是很贵吗 那你还不如说 下次你要买 买去送人也好啊 买给自己用也好啊 对吧 对 因为那个餐具的话 它上面会印上一个logo 一个标志嘛 对吧 对 对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 跟我讲 你下次要买这个餐具的话呢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我价格便宜 便宜五六倍来的 我直接就跟他讲 我要讲 哥啊 我买的 我买的不是说你这一套餐具 我买的就是他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买了他这个品牌之后啊 我拿去吃东西啊 大家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 这一个餐具是不便宜的了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品牌的一个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价值所产 对 这就是产品与品牌的一个区别 我的产品是从你这里生产的 叫产品 这个产品到品牌公司 印上他们的一个标识 他们的一个商标 那就是属于他们这一个品牌的了 我们 我们如果是平时我们要普通吃饭的话 或许我去给你买 但是如果我会拿去送礼的话 去招待朋友或者是 之类的 自己有时候出去用之类的 因为你会随身带嘛 有一盒的 一盒小小的 对 那么我会选择他的品牌 因为市面上已经知道了 这个品牌的价格是在 是在几百块 在几百块 但是你生产的话呢 你大概就是差不多将近一百块啦 因为它是那种不锈钢的嘛 对 不锈钢的材质 这就是产品与品牌的区别 品牌我是在市面上已经是打造了我的价值所在 而产品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是觉得你的一个质量好 才让你印象我们的品牌 然后在市面上打造了 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就是口碑不错 而且呢 你的质量也不错 所以呢 消费者为什么去买你 买了你的餐具又好用 又可以彰显出自己啊 可以用点高端一点的东西 对吧 那就是其实一个品牌是给产品赋能的 是让它更有一些价值 而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是有品牌的 它就可能不会到现在大家觉得网络 营销的或网络卖产品一个最大的痛苦 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这个产品的价钱 一直丢得很低 然后才能够吸引到这些就是消费者呢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的 就比如说像同一个生产家 我们刚刚有说到口红的话呢 其实口红可能YSL的生产的这个商 它其实是生产不同品牌的 所以它品质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说它放了YSL的这个品牌下去之后呢 其实整个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 而且就算是它的品质是一般的 可能比起一些可能小众的一些产品 它的品牌比较小 或者是它的品牌没有那么的有名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不会感受到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只觉得两个产品如果质量一样的话呢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买YSL 我觉得会放心 我觉得这个品牌做的很大 我的信任度在那边 而去可能舍去这种比较小的品牌的这个东西 可能有时候我们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会考虑到这一点 同一样的东西在市面上都能够找到 那如果价钱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肯定会选一个就是有品牌 大家都认识了一个品牌去做选择 那其实我们线上朋友也是有做一些评论 像Sandra有说 品牌是产品服务品质的保证 那就是说它是给予这些价值的 因为它是说一个保证 一个保证就是一个信任 那还有它也说品牌 其实很多都觉得品牌标志是公司的核心价值 然后也有评论也有评论我们的就说奔驰的感觉就是 沉稳典雅大气豪华高尚 那是怎么样让你有这个感觉呢 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些我们说的就是品牌故事 你如果看到它那些营销的那些图片啊 跟营销的一些视频啊 它就是会带出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影啊电视的直路 他们通常都是会让比较有钱 然后就是比较高上流社会的人去开这个车子 那让大家这个把它的这个品牌 就是放到这个心智里面 就觉得这脑子我一想到 要上流社会要高雅 然后什么高科技的话呢 我就会找到这个奔驰 所以它就用这种方式去 让人家知道这一个感觉 而不是说如果只是放一个奔驰 或我你没有看这种介绍的话 其实你没有这个感觉 它是通过这一种推广 这种营销是把这一种故事 带到消费者的这个心智里面的 然后我没有评论说 David说如何定位非常关键 那其实确实定位是在不管做品牌 不管做企业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而且定位之后呢 其实定位还分很多种啦 就是说定位也分你自己的定位 你要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下来就是你客户群的定位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做营销 做品牌的时候 因为觉得 我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客户 不知道Melinda有没有 面对过这样子的一些客户 能跟你说 我们会问你的客户是谁 全部都是我的客户 每个人都很适合用 有没有面对过这样子的客户呢 有其实什么客户都会遇到过的啦 对 但是很多顾客的话呢 他们会认为说 我的品牌就是任何人都 任何人都适合用 对吧 但是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在市面上 是否已经有了这一个界限呢 对吧 就是另一种说法 就是你的品牌 你知道自己的品牌有多优秀 但是在市面上有同样的品牌 有很多 相同的品牌有很多的 你又怎么能够在你这个同行业当中 展现你的品牌的优势和特点 而展现出来成为当中的焦点呢 其实这个的话呢 你靠广告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讲说 打广告就是烧钱啊 打广告就是浪费钱什么的 其实你可以知道 现在所有的大品牌 都是靠广告打上来的 对 对 对 而且像麦当劳 像麦当劳啊 或者是耐克啊 这些其实算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的品牌 他们现在都还不间断的在打广告 还是会看到到处看到他们这个广告的 或者是可以让 麦琳达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说品牌推广的话呢 其实在未来会走着一个 怎么样的一些趋势吗 其实品牌的一个推广的话呢 未来的趋势就是说 主要是做一个信赏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当中 大家玩手机的一个几率的话呢 是比你平时在家里看电视的 要多很多 对 而且现在的话呢 大家的就是很多消费者的话呢 他更在乎的是你这个品牌 你这个产品 他的一个质感文化 以及他的故事 而且呢 还有他的一个品牌的定位 现在的消费者的话呢 并不是说像以前啊 以前我们看一下电视啊 或者看一下报纸啊 这种宣传方式呢 已经是 对 这种宣传方式的话也是有的 但是呢 你需要人群定位 人群区分 对 刚才的话呢 我们刚才有一个网友 他讲说 标志的话呢 其实它是属于 整个企业的一个品牌的灵魂所在 它是属于灵魂所在的 它并不是属于你整个企业的产品 对 产品只是生产出它整个形状 而标志的话 它是一个商标 直接是影响到你的企业 未来在市场上的一个影响力 的一个识别度 对 然后如何 就是如何能够在市场上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呢 线上 线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在线上能够打造出 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趋势 首先 呃 现在我们打广告 大多数都是在Facebook嘛 对吧 对 但是很多人的话呢 他在Facebook上面就是 呃 他看到了同样 看到同样的一个推广 推广的一些文案啊 哦 这样的推广文案 大家很喜欢 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文案去写出来 就是不断的复制 当不断的复制性之后呢 大家也会 就是有其他的好奇心 会想要去看更多 其他好奇的东西嘛 对吧 对 所以呢 对 所以呢 在未来的一个推广趋势的话呢 你不单单是在线上 一定要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一个市场定位 而且呢 你需要有一整套的一个推广方式 如果你盲目而不清楚的 去进行一个品牌推广的话呢 那就是你所谓的浪费钱在烧钱了 当然每一个 呃 每一个 每一个商家的话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那么他们肯定是在广告上 对吧 在广告上就是浪费了一些钱 浪费了一些钱做广告 然后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然后他就去 对 怪广告 但是有时候 其实不单单是广告的问题 是否 但是别人做这个广告 为什么会越做越好 为什么你打这个广告 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你是不是需要去考虑到 你的钱 前期准备 是否准备好了 你的前期需要准备什么呢 就你需要把你的一个产品 产品定位 你产品的定位了之后呢 需要什么 就是人群 就是你的消费者 消费者定位 对 你消费者跟你的一个目标定位了之后呢 那么你你接下来需要什么 需要去包装 怎么去包装你这个品牌呢 对 首先我在前段时间的话 我在Facebook有讲过 就为什么凉茶 凉茶呢 在每一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有所可见 为什么没有上火的人也喝凉茶 上火的人也喝凉茶 因为我怕上火啊 我要喝凉茶 因为我已经上火了 我一定要喝凉茶 这就是每一个产品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你又怎么能够让消费者知道 你这个产品对他们来说的一个重要性 对吧 一个重要性的所在 就像是我们平时 我们平时穿的一些 平时穿的一些短袖啊 很凉快 怕热的人要穿 我现在在沿着夏天 我一定要穿 对吧 这就是一个品牌的卖点 那么当你打造了品牌的一个定位 还有你的一个目标 还有你的一个人群区分了之后呢 首先你就要去寻找你产品的一个卖点 你的产品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一个品牌优势 对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餐具不锈钢的 而且呢 非常好用 质量也很好 那你又怎么能够去让消费者所知道呢 你就要建立出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卖点出来 然后呢 在平台上 在一些推广的平台上 然后呢 不断的进行包装跟推广 对吧 然后呢 其实如果是你的品牌 真的是 如果是想要打造你一个品牌的话 你也可是需要一个广告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广告语啊 广告语的话呢 之前我是讲过 讲过一个 大家知道OLEO吧 知道 不是你有吃过吗 对 OLEO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啊 它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子的 扭一扭 舔一舔 泡一泡 有没有看过 有有有 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广告语 然后呢 他们是靠这个广告语所记得 就是所生的明星啊 大家就算是有时候不记得他名字就知道啊 那个舔一舔泡一泡的那个饼干是什么啊 哦 那么超市人员会跟你讲说是OLEO 是OLEO 对 所以呢 有一些的话呢 他们会不断的去想一些有创意的广告语 有创意的广告语的话呢 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品牌精神所在 但是能够让你的消费者呢 对 它也是可以让消费者就是 对你的对你的产品所起的好奇心的一个创意所在 那么当你的产品 当你的产品定位了 然后也有定位的消费者 还有你们的优势 还有你们的卖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展现出来 其实当今的一个时代的话呢 是媒体的一个趋势 因为大多数的人呢 他会在手机 都会在用手机 然后不断的去刷新 刷新一些视频啊之类的 对吧 当然了 所以你一个企业 你一个产品 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如果是你想要打造一个很好的宣传的话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影片 对 你需要有一个宣传片 宣传片宣传片 宣传你的产品 以企业为主的一个影片 所以这就是一个宣传片的手段 有些人啊 有些人他们就认为说 我随便拍一个影片 他就是可以宣传我产品的一个影片了 这是不是的 宣传片的话呢 他是要经过很多人的文案啊 需要经过很多人的一个 精心的一个准备 然后调查和深入的了解 了解完之后呢 我们总结出来 才设定了这一份文案 设定了专属你们产品 或者是宣传片的一个文案出来 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语句 更加有 更加有展现出你企业跟产品的优势 的一些语句展现出来 吸引消费者跟顾客 大家能够一看了你的视频 然后想要继续再接下来 把你的视频全部看完 因为现在有很多视频的话呢 他前面就大家只看到几秒钟 又是同样的 又是同样的一些宣传影片啊 然后就不看了 对吧 就很多人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 又是宣传影片啊 活过去 但是当你开头就是创意的 一开头就是创意的 能够吸引 吸引观众的那个心啊 想要继续看下去 诶 很特别的一个创意啊 很特别的一个创意开头 那他们就会继续滑下去 滑下去到你的 到你的整个影片 影片的一个最后 我知道你的产品是做什么的 你的产品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对吧 我可以去买你的产品 可以用你的产品 那么他们就心里会 心里跟脑子里会记住你这个产品 那么他们就在等着时间 到时候我们直接会去买 直接会去买这一个产品的 所以呢 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如何去推广 如何能够在市场上 打造出你的一个定位 跟你的一个趋势 其实宣传推广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 你的产品再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消费者顾客都不知道 对吧 对 当然了 现在的一个市场上的话 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大 很多人的话 他不断的在广告上面 不断的投入更多的一个资金 能够想出更多创意 跟更多能够提升价值的一些广告出来 然后呢 不断的在他们的平台 在Facebook上面 增加一些人流量 对 增加一些人流量 这一些的 所以呢 你的品牌是怎么样 最终是归于你怎么样去打造它的 你肯不肯去打造它 而不是让产品自己站在市场上 自己去营销的 其实也是可以的 通过视频 通过视频 自己去把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企业去介绍出来 因为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嘛 不用你一个一个去介绍 对 但很多人就觉得 我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其实不是的 对 其实也讲到这一个有几个 我就是刚刚梅琳达在说的时候 我就是说 在心里就想到 这个就是以故事嘛 其实你跟其他的产品 有什么不同 就是一个品牌 是有它的独特的故事的 而这个故事的话呢 我看了是能够感动到我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营销 或者是我们品牌企业的 这种策划呢 需要非常理性的去策划 因为我们要知道 很明确的我们的品牌 定义是什么 定位是什么 然后呢 我的顾客群是哪一类的 然后呢 下来的话 就是用这种理性的策划 去感动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去用感性的去消费 因为其实说我们 大部分的时候呢 消费都是有待于 一些感性的去消费 或者说一个冲动的 因为我们品牌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我为什么会买你 这一个产品呢 就是因为你某些故事 打动了我 因为我们说人的话 都是喜欢听故事的 有故事的人 总会特别的 就是让人觉得很好奇 我会想要追下去 那刚刚玟琳达说的那种视频啊 其实为什么需要策划 就是要怎么把你这个故事 给带入带出来 然后让人家去感受到 你这个品牌后面的一些用心 然后你产品的一些不同之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品牌有故事的品牌 是跟市场上有所差别的 而且如果说我们品牌故事啊 品牌说故事的话呢 其实台湾是做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刚刚在线下的时候 跟玟琳达就聊到 就是说凤梨酥 就是凤梨酥的话 我一想到凤梨酥 其实就会想到台湾的凤梨酥 因为他们每一个凤梨酥的故事 带出来就会说 我的凤梨是用在高山那边去种植啊 然后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种植 然后种了多久才会去收割 这些故事会让人想要读下去 而不是说 我这个凤梨酥是很香很甜 然后很酥脆 那这个是其实一般上的凤梨酥 都会有的特质嘛 那怎么会让人家分辨出 你这个凤梨酥不同 然后让人家想要去更了解的话呢 其实品牌故事这个的话呢 就会带出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了 那我也想问一下 Melinda关于这个事 消费者其实对品牌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其实消费者对品牌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其实主要是要看一下你的一个产品 首先的话呢 你需要对 需要你的产品 你产品你的消费者 需要在市场上进行一个洞察 你需要就是比如是说 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的话呢 其实有分为两种层次 有一种呢是高端品牌 高端品牌是为了什么 买高端品牌的人一般都是想要彰显出自己的身份 彰显出自己的身份 这是起一 他们认为好用的 这是起二 就他们认为高端的品牌在心目当中 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 就是高端的品牌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们认为他已经有一定的一个质量性了 然后呢 他们用起来也会更加的去放心 对 这就是 这就是 除了能够彰显他们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人 他们会因为高端的品牌 他们的质量 还有他们独特的一些特点 对 还有他们一些品质 还有试剂 而去购买他的 对 所以首先的话呢 你要对你的客户先定位 你的客户是主要是看在 是在质量一定要好 外观呢 倒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那么这种的 这种客户的话呢 一般的话 我们会选择 他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比较想用一套好的东西 然后能够长期去用的 那么这就是一种 客户的一种定义 第二种定义的话呢 就是 我一定要名牌 我一定要名牌 然后呢 又能 你的品 那么如果他们一定要名牌的话 首先你的 你的品牌 你的价位就不可以定位太低 因为太低的品牌的话 他们会不认为 是可以彰显他们身份价值的一种 那么这一种的话呢 就是高端品牌 对 高端品牌的一种所在 当然不是每一个品牌 他们都可以称之为高端品牌 像是爱马斯 像那儿这一些的话呢 他们都是有一些故事 有一些悠久的故事所在 他们每一个 就是他们几乎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说特征的产品 也是有专属的一部故事 比如他的一个小黑群 搭上他们的珍珠项链 这就是他们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故事的 对 这个故事讲完的话 可能今天晚上讲不完 大家可以去 对 可以去观看一下 或者是查找一下 对 所以呢 有些人就是被他们的一个故事 所吸引而去购买你的产品 或者是通过你的故事 而了解你的产品 对 这个就是你每一个 每一个所在 每一个品牌的一个所在 然后就是消费者呢 就是对品牌又有什么样的需求 其实每一个产品的需求 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产品的需求 都是不同的 比如我今天 我想要包个健身房 我要去运动 那么我就要去买一套运动衣 那么买一套运动衣的话 我首先会选择什么 耐克 阿迪达斯 因为他们已经 对 因为他们在市面上 他们的运动品牌 运动品牌是有很好的一个口碑 对吧 他们的鞋子啊 非常的轻盈透气啊 运动非常的好 非常柔软啊 他们已经是有这个口碑所在了 那么你们的产品 就是你的运动品牌 在那么多的一个品牌当中 因为运动品牌有很多嘛 对吧 运动品牌有很多 运动衣服有很多 你有什么能够展现你的优势 你可以不断的去强调 比如你的运动衣是透气的 或是洗汗的 透气的 那么你就要不断的去再 用广告去通广 来让更多的消费者和顾客知道 原来你家的品牌 你家的品牌是非常透气跟稀罕的 对 那么我就会去买 去买你这一件 买你这件运动衣 对 这就是每个 对 每一个顾客 对每一个产品的需求 都是不同的 我刚才打的 打的一个比例 就是 大家所认为的 对吧 对 并不是每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品牌 一个高 一个贵的品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 他们就一定认为是一定要去买 一定要去买 其实首先的话呢 你是否能够突破这个突围啊 这突围就是你能够展现你的产品 不断的让他看到你们的广告 知道你们产品的一个优势 当然同样的一个产品的营销模式的话 每一个产品就是你建立完之后呢 它是有一个营销模式的 营销跟销售 它有什么不同呢 营销的话呢 就是我帮你创造你这个产品 它的营销方式 销售的话呢 就是我知道你了你这个营销方式之后呢 我用我的服务态度啊 用对吧 用我的一个销售能力啊 将你这个产品销售到市场当中 让大家购买这个产品 所获得的销售量 这叫销售 营销的话呢 它是营销策略 它去给你想一下 营销的话就是帮你准备 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优势 还有你产品的所有资料 需要在市场上 需要在市场上 怎么去展现出你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需要怎么销售 需要怎么去定义 这些的话是属于营销 营销去帮你做一个营销策略的 对 很多人的话呢 说到这个营销跟销售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线上会不会有人会混淆 因为像我之前也是做一些面子书的一些营销 然后呢也有做一些就是线下的一些活动啊 就是也算是做营销的这一块的嘛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个面子书营销的时候呢 都会面对着这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板说 我这个月花了这么多钱在营销 在这个Facebook Marketing上面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的就是相对的销售量 那其实营销的话呢 负责把你的产品很用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方式去让人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相对的也可以提高一个曝光率 曝光率之后呢就是提高一些信心 这个是营销会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下来营销可以做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可以带动一些潜在客户 那潜在客户包含什么呢 就是有一种就是Facebook的like 就是变成你的粉丝 那今天为什么变成你粉丝 可能我看到你的一些文案 你的一些故事 那觉得我想要了解更多 但是还没有那个冲动 因为很多时候在面子书有面对 或者是网络营销这个问题就是说 信任度 怎么打造一个信任度 我今天可能花几十块钱 我是不是花到坑里去呢 还是我会花到是 我买到的是相对的一个东西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虽然是做线上营销比较多 我其实也踩了很多坑 就是看到说这个东西 看起来好像很划算啊 然后好像很值得 所以他那个故事写的很好 然后呢吸引了我去消费 那消费回来其实是可能 二三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东西 我换了好几百块钱去买 所以这个的话呢 其实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营销 因为它吸引了我去购买 它里面写的东西 吸引力包含在哪里了 我就觉得它是 它是说它是美国的 那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信心所在 那下来的话呢 其实当时我没有做到的 就是在这个百度 或者是Google那边去 找一下它的信息 我就只是看它的故事 然后呢 然后看到有很多面子书的一些平台呢 去分享它的这个品牌 跟这个企业 然后呢 觉得好像还可以 那下来 其实我们一般上会 不知道线上朋友也互动一下 一般上 如果你知道一个新的企业的话 你会在哪里找资料 那麦琳娜 你会在哪里找资料 如果你听到一个新的品牌的话 你想要了解更多 你会在哪里寻找更多的资料呢 我会通过Google Google去找这个资料 Google 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这个Google跟百度 还有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 我发现很多现在的企业家 都会把很大的 这个营销的专注力 放在这个面子书 其实放在面子书上面呢 其实大家还是会保持着 这个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说面子书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social platform 它是一个 大家 大家去 像朋友的 只是最近 他只是换了一点点 就说 大家很多商家在里面 但是也很多人就被 欺骗了 然后他的信心度 还是会有一定的 就是砍 他不会太高 就是如果我在面子书 找到这个信息呢 我可能不会100%的去相信 我还是会去谷歌啊 我还是会去百度 去做一个验证 这个是会提高很多 这个信任度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对 线上朋友也是说 也会找谷歌跟百度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如果你想要做营销 或者说你要推广你的品牌 增加信任度的话呢 其实除了面子书 然后你自己的网站 还有谷歌 还有百度的话 其实也不要去忽略 这个这两个品牌 所以这个是我大概想找的 然后呢下来我想要跟 Melinda聊的是 很多人觉得打造品牌 等于在烧钱 因为他觉得要花太多钱 然后没有得到 相对的销售的这个效率 然后钱都花到坑里去了 那怎么办 那Melinda对于这个 把打造品牌 就是在烧钱这句话 你觉得有怎么样的见解吗 其实这一个的话呢 我之前是有过客找过我的 他已经跟我讲过 他说 之前啊 他们在Facebook上面 他们自己打广告 然后呢 打了之后没有效果 对没有效果让他找我 他说 感觉是被坑啦 然后 这个钱都没有啦 其实打广告他打广告的话 是每个品牌 必须所需要去经历的一个卡 因为你需要通过广告 才能够让大家对你的了解吗 那么为什么没有 没有销售量 那么首先你要考虑的是 我刚才一直都在强调的 就是你的产品 你的优势 你的卖点 已经展现出来了吗 没有包装了之后 凸显出来了吗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打广告的产品太多了 打广告的产品太多了 那么你需要用什么样 就是有创意的方式 吸引大家来了解你的产品 这就是创意 这就是打广告的一个创意 广告的创意 营销模式 广告创意的一个营销模式 首先的话呢 比如就是说 我是卖衣服的 我不单单我只卖衣服 对吧 我还卖出各种形式 各种款式 或者是 我们比如说我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标志 但是我不断的去换标志的 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的话 首先你要吸引现在的人 他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款式 我限量 我只做限量的 限量有多少 所以呢 大家可以预定在这个时间 预定在这个时间 然后进行抢购 抢了就没有了 你首先不要让大家觉得 你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们先滑着 先看下一个 然后进行对比 然后再去买 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一种营销模式 就像是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的话呢 他有 在市场上有一款矿泉水 矿泉水 就是我们平时 喝的那饮用水啊 那么我 就是我确定的是 当大家一想到饮用水 大家就可以想到 那个价格是多少钱 主持人你平时如果我让你 让你想到一个矿泉水的话 就是饮用水啊 你会想到一瓶饮用水是多少钱 我一般上买的只有一个品牌 然后那个品牌的话 都是在一块九到两块一之间 但是又可以 但是又可以一块钱的也是有 一块钱的也是有 我先跟你讲 有一个 有一瓶矿泉水 它现在市场上很红 这瓶矿泉水的话 它价值是 它价值是 一千 一千二 一千二马币 一千二马币 你信吗 不信 不信啊 其实它 它就是一瓶 它就是一瓶矿泉水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它卖那么贵 你知道它为什么 卖那么贵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四华洛世奇 你知道它一般是多少钱吗 那我知道了 对你知道是哪瓶了吧 对 对 你知道是哪瓶了对吧 对 这瓶的话呢 对对对 这瓶它本身就已经是打造了它一个瓶身的价值所在 它采用的是 四华洛世奇的一个水晶 四华洛世奇就是以水晶闻名的嘛 对吧 对吧 它采用 对 它采用它的一个瓶身 瓶身的一个设计就是四华洛世奇 然后呢 再采用一个 再采用一个金啊 黄金 一个黄金的一个盖子 一个黄金的盖子 所以呢 在市场上 打造了 打造了这瓶矿泉水 它卖的是矿泉水吗 不是 它卖的是瓶子 瓶子 对 当你打造了那么有 就是那么高端的一个瓶子的时候呢 你不能只 你不能只卖一次性的了 因为平时我们喝完那个瓶子就是一次性嘛 对吧 那么你还用那么高端的瓶子之后 你就不可能只是只用一次性 你平时啊 你喝完之后 他们再重新装了水 拿到路上 人家知道 哇 这个牌子很贵啊 然后又很漂亮的那种感觉 你明白吧 对 那为什么它的东西那么贵 当然了 打造那么漂亮的瓶子 谁不会啊 对吧 其他人也会去打造同样的一个瓶子 去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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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社华洛世奇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品牌 它的一个品牌的口碑 它的品牌的名气 已经是在这里了 我乡的 可是是华洛世奇的 的一些水晶啊 对吧 对 已经不同了 然后它是怎么在 在市场上打造它的销量呢 它是每个月只限定5000平 只限定5000平 在市场上只限定5000平 所以呢 让大家有一种心态啊 这个是限量版的 这个月如果我没有预定 或者是我没有去关注抢到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给其他人抢光了 就会让大家有这种心理啊 就不会说 没事啊 我过几天过段时间再来买 过着过着过着都忘记了 对吧 其实也让我想到之前小米啊 小米它出那个充电宝 充电宝的时候 它就是利用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营销手段嘛 我还记得在好几年前它推广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就是我记得是中午12点开放的 那其实我们11点50分就要开始准备 然后要确定网络很佳 然后去按 然后我最记得是我们要轮流 就是本来说我可能它限定 每一个人只能够买两台 然后之前我是在比较大的企业座嘛 那企业一个部门就有30多个就是同事 然后大家会轮流 就是12点好 12点到每个人买两台 你今天你买 明天我买 那有时候我们想说两个人一起一起按 可能有时候那个抢到 然后另外一个抢不到 它制造的那个感觉啊 很吃惊 就是想要说 我一定要买到 虽然是说它品质肯定是要有的 它这个小米的充电宝的品质要有 但是让人家很迫不及待 我本来就其实我也不太需要用充电宝 但是参与这个抢购的那个感觉 实在太棒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哎好吧 我也要抢一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其实现在做这种活动也是蛮多的 但是大家都会选时期去做活动 因为你没有这个时期 就是他们会选时间啊 在中国的话呢 有六月十八啊双十一啊双十二这些 他们会选定一个时间 然后集体去做这一个活动 他们不会说平时我也做这个活动 因为你平时做这个活动 你只会让消费者认为 你们的产品 它原本就不是这个价格 你懂吗 原本是要 对 因为是要更 就是更低的一个价格 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呢 你们可以不分节日的去打这个广告 就没有给大家 就是吸引大家的一个好奇心啊 吸引大家的那一个想要去关注 想要去抢的那一种感觉 当然了 我们都是女生 其实我们更明白了 我可以听到 听到好像不小心下线了 我们再等他回来 其实讲到这一个就是产品啊 如何打造这一个值钱的品牌 其实我这本身的话呢 对这个话题也挺感兴趣的 就像夜问上线 其实我们这个品牌呢 是在这个行动馆之间才打造的 然后也很高兴的是在短短的 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其实应该是两个月的时间吧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访谈 那从访谈之中 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的产品嘛 这个内容其实也能够带到 给大家 这一个 哎 Melinda回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掉线了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抱歉啊 对 刚才我们就讲到了 对 我是在你下线的时候 我就讲到 其实我们夜问上线的 这一个品牌 其实我们这品牌 在在非常短的时间 打造上来的 那打造上来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去 就是说 哎 这个 这个 品牌是打造的还可以的 首先呢 第一就是 我们每一期的话呢 流量还是可以的 我们是保持在 大概最少最少一期 都有两千多 那最多我们是有一万多人 去浏览的 这个 我们的视频嘛 那主要的是说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内容 我们做这个分享的时候 是带给我们这一观众 是有所收获的 而且是在不同阶层的人 然后不同领域的人 都会有所收获 因为我们不是说 在定着一个 怎么说呢 主题去说 所以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做企业的 看我们夜问上线 你就可以找到 很多这一些资料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我们在打造我们的品牌的时候 能够做到的一个 我们的产品是好的 这个是首先需要有的事情 那下来我们是怎么样 在短期内做推广的事 不断地制造内容 不断地制造 故事 而且现在这个时段 我们不能够 就是忽略的 就是说 我们的视频营销 大家已经是 很少 去看文章 或者是写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故事的 可能你要写故事 你可能要分段 可能一小段一小段 因为大家可能 现在做一个 怎么说呢 测试 他都不想要看 超过两三段的 这个字 他会觉得很累 大家都觉得 我看视频 可以看15秒 我可以看一分钟 两分钟 但是如果你要我读的话 可能我会觉得很累 但确实有这样子的人群 只是说 大部分的人 在面子书看的话 他们会比较希望 是看到视频的 所以也呼吁大家 是做多做视频的 这一个营销 然后呢 文字上的话呢 会需要更精准的 去写你的文案 那让更多人去 在短时间 虽然你文案很长 但是你怎么勾住人家 想要看下去 这个也需要做一些策划的 这个也是 我觉得做品牌 或者是做推广的时候 需要很注意的 就是你的内容 一定要不断的输出 而且不是说 我一个视频 或者是一个那个文案 就能够达到效果的 其实营销是要持续不断 你的企业还在 你的营销是一定要做的 这个是我想做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么林达刚刚有说到的 就是可以继续 说到一半就掉线了 对不好意思 对应该是不小心按到了 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 我们都是女人嘛 所以呢我们会被一些 就是我们女人可以吸引到的新鲜事物 比如是说 我要买的包包啊 我要买的衣服啊 在双十一或者是双十二可以打折 或者是在什么时间段可以打折 可以去抢啊 那么我们就会等等等 我们还没有到十二点的时候 在零几分的时候就开始去等 然后去抢啊 去抢这个量 就生怕是慢一秒就抢不到那一种 刚好商家就是抓住了女性 她的这一个心理 想要去抢这个的一个心理 对吧 其实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双十一双十二 大家都有用淘宝嘛 对吧 对 购买购买这一些产品的 这些数量的 百分之八十八十以上的都是女性 因为为什么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赶在这个季节啊 全网啊 全网去扫货啊 全网扫货啊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季节啊 对 知道这个季节就是 所有的那些产品的价格 它都会降下来 大家都要去抢 给爸爸买 给妈妈买啊 但女人就叫持家了嘛 对吧 给老公买 给儿子买 给谁买 给谁买 全家大小全部买个便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商家抓住了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要在这一个时期 全部共同的打造这一个打折啊 打折的一个季节 然后呢 再把 对 再吸引大家在这一个季节 全部剁手 就全部去收费啊 你知道吧 对 你肯定也有的嘛 主持人 对吧 其实 其实从 我就从之前只是双十一 然后呢 就有双十二 现在呢 三八妇女节 然后六一八 哇 真的是越来越多 然后我有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哎呦 就是感觉又不断的在消费 你看三月 消费一次六月 然后十一月十二月 这个可能就让人觉得不容错过 一定要去买 没有东西 我也想要买 就是 女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啦 所以他们就 很多商家都说 女人的 女人生意是最好做的 因为其实我们从头到脚 其实比如说 洗发水 我们其实也不只用一个 可能会用两个 有时候 什么去油的啊 然后一个要香的啊 这种 所以女人的 刚才好像有评论说 David说 女人的消费近人 其实确实的 因为我们就是 自己 自己美容早 也想要买给别人这样子 就买给家人 家人 就是我们就比较喜欢 这种消费的这种感觉 那我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今天如果把这个视频 分享出去的话呢 我们会送出 Book Access Online 送出的 赞助我们的十块钱的 这一个消费券 那我们会随机 抽出有分享的五位 然后呢 把 然后明天我们会在 充电下宣布 这五位的 这一个幸运者 然后呢 下来也是 你只要信息到 我们的这一个 016-338-1176 或者是 013-729-3434呢 就能够得到 我们这个 最新一期的 创富天下杂志 那我们 回来 就是Melinda 跟继续聊一下 我们如何打造 值钱的品牌 那刚刚其实 我们也是聊了很多 关于 其实品牌啊 产品啊 还有营销 这一些都是属于在 营销的这一块里边吧 我这样子说 对不对呢 是的 就是你一个品牌的话呢 它需要搭配一个 好的营销模式 然后再推广出去的那一种 对 所以营销的话 它是每一个产品 跟品牌的一个 所核心 核心所存在 核心的存在 如果你有了你的品牌 但是你没有一个 好的营销方式 没有一个好的 营销方式的话呢 你就不能更好的 去带给消费者 让他们觉得 你的一个品牌的重要性 然后还有我对你品牌 的一个重要性跟认知 对吧 就像是 平时我们女性用的用品啊 或者是所有人 大家用的用品啊 吃的东西也好 用的东西也好 安全度 一定是最高的 那么首先的话 你要信任自己的产品 你才能更好的去 把自己的产品 包装完之后 再展现出来 当然 当然产品的话 最了解自己产品的 永远都是商家 永远都是 做出这个产品的人 对 所以呢 你需要把你的产品的内容 更好的体现 体现出来了之后 那么 营销的话呢 它才会有更好的 就是帮你进行一个 包装打造啊 打造出去 刚才我们主持人 就是说的一个非常好 就是现在是媒体的 一个时代 对 大家不会光看 一大篇文章 长篇大论的 然后慢慢的 分几天给你全部看完 现在可以说是很少了 现在大多数人 都会去看视频 视频 几分钟 我可以了解完的东西 我做么 一定要去给你看 你发的一大篇 全部都是文字 文字文字的一些 对吧 的一些文章 其实有 有 但是现在多数的 一些年轻人 他们会选择 观看视频 现在多数的一些 年轻人 或者是 对 或者是 因为你看手机的话 本来就是 眼镜是容易疲劳的 对吧 然后你还去 写一大篇 就是关于你这个产品的 关于这个产品内容 一写 一大列下来 算了算了 本来你的产品 就不止你一家 对吧 本来你的产品 就不止你一家 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 把你的产品 全部读完 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话 大家都会想出 很多的一些 创新的内容 比如 你的产品 他有好 比如他好吃 对吧 食用的一些产品 他好吃 味道又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创意的小广告 小视频 展现出 他有什么好吃 有什么创意 他跟其他的产品 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很多的商家 他们不断的 有不断的去制作一些视频 然后展现出 他们的小创意出来 那高端品牌的 高端品牌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每一个 他每一个品牌 每一个产品 上新的时候 发布的时候 他们都会单独的去 拍一个 拍一个 很有质感 一看了就很性感 很有质感 很有味道 女人的那种味道的 感觉的一个视频出来 我一看之后 哇 这种 这种视频啊 它可以吸引到我 吸引到我 一定要进到店里面 去了解这一个产品 你能明白吗 对 对对 其实 其实我 我觉得 就是如果视频的话 我们 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现在是短视频的 这个时代嘛 那 我们都知道 中国对于这种 网络营销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是 已经普遍到不行的 而且创意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大家 有 可以有时间的话呢 或者是 如果线上是老板们的话呢 可以就是下载 中国版的抖音 其实我有国际版的抖音 还有这个中国版的抖音嘛 那我个人觉得 中国版的抖音 是非常非常的有 这个 就是除了娱乐之余呢 它是非常有学习的 这个价值 其实我们可以 从里边看到 他们是如何 去推广一个产品 他们的 这个 推广做视频的模式 又是怎么样 其实 我们 我每次看抖音的时候呢 我都知道 它其实是在做销售 我都知道 它是在做推广的 但是我就是会忍不住 想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他们的那种 故事性的那种 拍摄 或者是他们里面的分析 其实这个是很多 就是基本上 现代人都会比较喜欢听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与其我自己去看 不如你去跟我说 而且与其商家去跟他说 他多好 我希望更多不同的人去跟我分享 以他的观点去分享 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里 而且他是比较生活化的 去跟你做分享 如果商家的话 我们其实基本上看到很多商家 就是做一些比较有质感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说 可能说Lancol 这个品牌Lancol 我每次看他的广告 都会看到就是很有质感的 就是他们商家做的 就是好漂亮 好唯美 其实你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你只看到一个瓶子 跟很美的模特儿 在那边就是飘过 我有这个新的产品 但是后来的话呢 你是要在抖音里面去 看一些就是博主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去 才能够知道 哦原来他是可能去搬的 他是最新的精华 所以这一些是 有经过铺牌的方式 然后去做这种 引导式的 这一个营销 因为现在已经不算 现在的很多的 这一个消费者呢 他不是说 我自己能够决定的 而我们商家 或者是我们一个企业 可以做的是 引导他们 怎么样从认识 我们的这个产品 我们的品 然后再认知我们的品牌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做决定 去做消费 这个还是需要 有一个策划的 去做这个 营销的一个渠道 这样子 这个是我自己的 一个想想的分享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主持人 我们主持人讲的一点 是非常对的 现在大家的话 可以看一下 中国的一些抖音啊 因为在中国的一个市场 产品太多了 所以营销的模式 营销的方式 实在是太多了 各式各样 五花八门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那他们又怎么样 能够展现出 他们的特点 然后站在这个趋势 风口浪尖当中 对吧 那么首先的话 创意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些很无聊的 一些小视频啊 但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观看 为什么那么多点击量 前段时间 有一个人在睡觉啊 哇 几千个点击量 你知道吧 几千万个 几千万个点击量 他靠睡觉出名了 接下来他就一直发睡觉 发睡觉的一些状态出来 对 其实这种的话 这种的话呢 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很无聊 或者是 我觉得 他睡觉 我想要去 想要去看 你看他在睡觉 过程当中 会会怎么样 他就会产生这种好奇心 然后去观看 哎呦 会很无聊的 然后顺便点个赞 这样子的 对 其实现在的话 对 现在的话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然后呢 有一些的话 他们是专门制造一些故事情节的 有时候你们只是看到一个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的话呢 背后是有一个制作团队 来帮他打造这一个视频出来的 对 所以呢 你不要光看看 他只是一个一分钟 两分钟 一个视频 其实他们光想文案 有可能都是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才把它制作出来的 然后呢 才慢慢的增加了粉丝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视频 都是有一个主题 有一个主题的定位 我主要的是拍故事情节的 我主要是拍化妆品的故事情节的 那么他们会注定 就固定是这个 这一个主题 然后他们就关注他 然后不断的去刷新 刷新他接下来会发什么 很多很多那些 很多那些抖音博主啊 他们会 他们会什么 他们就是会想一些搞笑 一些搞笑的 比如声音啊 或者是搞笑的一些妆容啊 然后呢 他一直卖化妆品的 他一直他主题就是展现化妆品 化妆品内容 化妆品 化妆品内容 打造了一定的名气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收代言了 就是收代货了 那么当然了 当商家看到了 你的就是你是靠化妆品的 所以呢 这就是说 为什么广告 他会丢进 你会觉得 你打了广告之后没有效果啊 你说 打广告就是在烧钱啊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方式用对了吗 你的精准 你的精准度准确了吗 对吧 你投放的内容 跟你的产品是相符合的吗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 会导致你的 你的产品没有一个 打到广告一个很好的效果 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去 整理 整顿一下 之后 你再想一下 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在哪一个平台 在哪一个方式 哪一个位置 给他发出去 那么你才能得到一个 有效果的方式 要不然的话呢 这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 等于白做 白做工 对 工亏一亏啊 你努力了那么久 工亏一亏啊 对 所以 很多人认为什么 钱掉坑里啊 打广告 烧钱啊什么的 其实讲真的 你不打广告 你不花点钱的话 你怎么去让人家知道 你的品牌 是不是 你品牌不打出去 人家又怎么知道呢 对吧 对 所以东西比较长的叶子 把它展现出来吧 让你的产品 站在 站在 站在那个山口 那个山口的一个浪街上 然后展现出来 名 名羊 名羊整个市场 对 所以就 所以打广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打广告 是在烧钱的话呢 那么 那么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打广告了 你直接把产品 放到一些店里面去售卖 那也是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线下推广的 对 推广的话 它分为线上线下 线上的话呢 主要就是打广告 线下的话呢 比如是说 我这个产品 我放在你这个店面进行售卖 这种就是线下的一个推广 大家看到这个牌子 大家会去用 用了之后 好用了 大家会记得 下次也会过来 直接问这个品牌 这种的话 就是线下的推广 线上推广 你是要打广告的 你不打广告的话 那就没有给人家 所去知道发现这个产品 对 其实线上 线上营销 或者线上推广的话 主要是让人家 不断的看到你 像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之前有一个嘉宾 也这么分享的 他也是自己做 企业的嘛 其实 做营销呢 是 你 如果我不需要你的时候 我看到你嘛 那我一直不断的看到你 可能我现在真的是 不会跟你下单 但是当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会想到 这个是营销 或者是做推广的时候 有的这个爆发力 那也 也就是说 其实你做推广 刚刚Melinda有说的 就是你的策划 有没有做的对 你的定位有没有对 就是让我觉得 今天我想要 可能说喝凉茶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的心里的 那个品牌是什么 Melinda 你的品牌是什么呢 如果是说 我想喝一个凉茶 喝凉茶 我一想到 我肯定是 对 我肯定是想到 加多宝啊 对 都是加多宝 王老吉 这两个品牌 是大家可能 就刚刚像琳达 在做分享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想 就是王老吉 然后加多宝 这两个品牌 会自动就 就谈到 就是在脑子里的 而且 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其实他也是做了 很多故事性的东西 他会让你去引导 我们的消费者 什么时候需要到我 他其实很多时候 都用故事的去包装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 做品牌 或做营销的时候 最多时候觉得 就做比较多的 都是故事性的营销 因为我觉得 这个才是让人家 更深刻的记住你 去想起你的 这一个 这个东西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就是 在线上的朋友 或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可以尝试说 给自己的产品 做一个故事 去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 这个品牌 让人家觉得 我在想用 某个东西的时候 某个产品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 那是因为 或者是我 经历了一个故事 或经历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 好像那个品牌 有说过 好像 就是这一些 就是让人家 就是怎么想到你 这个打造品牌 就是让人家 不断的去想到你 或者是某个 可能喝杯水 或者是看一个电影 或者看个手机 就好像 我打个比喻来说 就是之前 我是 不知道 大家应该是很流行 看这个韩剧 然后好几年前 我是用 可能是那种 Motorola Nokia 的这些品牌 的手机 然后韩剧出来之后 我就一直追着 三星的品牌 那是因为 我看那个 那个电影的时候 就是看到那些 他们用的那些 就是在很生活化 因为电影都是 很生活化的方式 他就用到 我好像很牛 然后我看到 某个明星他用的 我要跟他用 同一个 同一个品牌的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推广的方式 他让 这个生活化的 把这个产品 生活化 用电影啊 电视 或者视频的方式 让人家觉得 哎 我想要拥有它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 小小对 故事性的品牌营销 做一个 这样子的分享 那我不知道 现在的朋友也 现在目前为止 你是用什么方式 去做 品牌的营销 或推广的呢 可以在评论上 也给我们知道一下 大部分时候 是用什么方式 去做营销 那么Linda 你是在 就是只是马来西亚 这边 就是做 这个品牌策划 还是在 中国也是有 做策划吗 对对 我是主要是在 中国跟马来西亚 这一边 做这个品牌的 一个策划 对 我们做品牌策划的话 主要是 经过每一家 企业的品牌 还有他们的产品 进行一个市场的 调研跟洞察 然后总结 出来的一个结果了之后 我们会对每一个企业 进行他们的企业 识别系统的一个定制 跟设定 对 然后企业识别系统的话 它不单单是有包括标志 它还有包括 我们平时 我们的一个IP形象 IP形象你们可以看到 像阿里巴巴 它的 那一个IP形象 都是有的 对我们会通过 我们会通过帮你们企业 设定这一个IP形象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企业 都需要这一个IP形象 会根据你的产品 企业的行业性质所定的 然后呢 我们帮你打造完 企业识别的一个系统 完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的一个包装 包装的话呢 故事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你一个品牌 每个品牌 它都会有一个故事嘛 专属的一个故事嘛 OK 那你的品牌故事 包装完了之后呢 那么又怎么能够 让大家手记的 那就是广告了 怎么样通过广告呢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视频 视频的话 它是企业的一个重要性 一个重要的展现性的所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的人 会通过视频的几分钟 去了解你整个行业的经营模式 以及你的理念 对 企业宣传片主要就是 对 企业宣传片主要就是 展现每一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理念 还有你们的一个模式 对 展现出来让消费者 还有顾客 还有厂家 更加的了解你这个企业 对吧 然后呢 通过视频完之后 就是你们的产品包装啊 产品也是有一些创意 创意的一些广告片 视频 对 大家可以通 可以去我们的 Biz Media的一个Facebo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下的一些作品 我们 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们会在视频当中 如果你主要是要讲解出你们的故事的话 我们会把你的故事 就把它 转换成一种视频 一种视频的一个 可以让大家看到那种故事的感觉 然后再把 再把一些文字性的 添加进去 让大家更加能够容易的去明白 对 展现出来 对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样 因为 你有一个品牌 大家是因为你的 你是因为产品来到了市场 对吧 来到了市场 然后呢 大家是 大家因为你的产品优势所了解你 然后因为你的标志 以及你的 你的一些形象 你的品牌形象 而所 而所认知你 然后呢 因为你打出来的广告 大家而记住你 对 然后因为你的广告打得不错 大家知道了 他们 就是他们 可以用到他们的必需品 或者是 可以吸引到他们的 因为你的广告 而购买你 对吧 然后购买完之后 因为好用 而记得你 而成为你的 一个回头客 我们会经过一整套 一站式的这样子 包装的一个打造 为每一个企业跟产品 每一个企业的产品 打造专属的一个定制 一个品牌策划的一个定制 出来的 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Bmedia的网站 点开之后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的平时 对我们平时的一些内容 对 像 对对 大家也记得要买我们 赶快转发分享 然后可以跟我们主持人 又要小礼物 而且是限量的 大家抓紧时间 等一下 慢一步就没有了 其实我们这个也在 就是刚刚Melinda也说到 我们这边只有 这一次会送出五张 五张这个十块钱 Book Access 这个现金券 那只要是分享的 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明天会在 创富天下 这边抽出五个 五位幸运儿 然后送出这十块钱的 这个现金券 然后你只要发信息 给我们的话 我们也会送出 免费的这个 创富天下电子版的 这个杂志给大家的 或者是这样 我们让Melinda 给我们今天这个 如何打造 有价值的这个品牌 做一个总结好吗 其实最终这个品牌的话呢 大家可以听过 很多的一些品牌的内容 品牌的故事 品牌的一些策划营销 大家有看过很多书 也是有看过 很多一些视频之类的 其实最终整合出来的一个点 我只能跟大家说 每一个产品 有每个产品的优势 不同的优势 有不同的展现方式 不同的展现方式 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点去突出 然后占据这个市场 属于你产品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如何打造 有价值的品牌 首先你要给你的品牌 做一个定位 做完定位之后 再进行包装 然后在对的趋势 在对的平台 进行推广宣传 然后才能达到一个 有效果的一个方式 对 其实品牌的价值 归根到底 归于你 归于你是怎么样 去打造你这个品牌的价值的 就像是刚才我们说了 很多一些大型品牌啊 对 就像是我们刚才的 是吧 我们刚才的那个饮用水啊 一千二啊 对吧 对 这瓶水 人家那么贵 为什么要买 因为人家的价值本身所在 人家已经打造了 就是他这一个牌子 已经是打造了 他本身的一个价值 就是他采用的是 斯华洛士奇的 对 已经是有这个价值所在了 然后呢 他们卖的是水马 不是 他们卖的是一个 有试剂性高端的一个品质 然后可以长期使用 对 这就是他价值所在 那么贵的 饮用水都有人卖 因为他限定了 限量版了 对 人家 对 越高端 要越高端的品牌 越不能去 就是用 越越低的 不能用价格 不能用价格来平衡 他去卖出去 越高端的 就是你越有价值的产品 你一定越要体现出你的价值 越体现出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他好 他有价值 他有这个价值所在 所以他才不便宜 他才值这个价 对吧 如果你没有体现出一个产品的价值 你却又卖出一个很高的价格的话呢 我如果我是身为顾客 我想说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啊 人家产品比你便宜那么多 广告要打得比你好 对吧 对 除非说你的产品真的是有很独特的一个优势的话呢 那么你才能 才能让大家去为你的 为你的产品说买单 要不然的话呢 首先你要先让你的产品有价值 你才能打造有价值的品牌 才能让 然后呢 打造有价值的品牌之后呢 就是需要 让顾客知道为什么要去买你 这个 对 这个让顾客所明白了之后 所了解了之后 那么你的品牌才有这个价值所在 对 这就是 这就是品牌 怎么能够让你的品牌更有价值 那么首先你就先让你的品牌 先让你品牌定位 定位你的价格要放在多少 然后你需要带出它的优势 要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你品牌那么贵 对吧 你品牌为什么有这个价值所在 然后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比如保健品啊 或者是一些营养品啊 对吧 喝了能够带来什么 为什么它持这个钱 因为我们我们的呃 比如是有一种台湾的 台湾的叫红章枝还是什么的 它原本就是很贵的 它为什么很贵呢 它是呃 它是生长在海拔 海拔五千还是 对的一个 对对的一个一个高山上 然后呢非常的稀有 几年只结成 结成一点点 那么大家就所知道 哦 它是非常稀有的 非常有价值的 然后呢 它可以带带给大家 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给大家 哦 吃了之后 它也保护我们的心脏 或者保护我们的肝啊 肾啊什么的 对吧 其实这一些的话呢 就是 我的产品 这个呃 主要它这个产品提现了几点 提现给消费者几点 我的产品 是非常稀有的 非常珍贵的 所以呢 它有这个价值所在 第二 我的产品 可以给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 你担心自己 自己会怎么样 而有需要的人 会来购买你的产品 而且产品的话呢 它每年伸展的数量有限 买了 买完了就没有了 对 它有体现出这三大价值所在 所以呢 它能够在市场上 站立 站稳他们的一个 呃 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的价值 一个产品的价值所在 所以 要让你的产品有价值 首先 让你的产品 拥有的一个价值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总结和分享 谢谢 谢谢